你这辈子毁就毁在你的脚上 考上了 赢了证明你自己了 所以你转身离开对吗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吵枪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知道你没再停 但是我依然要骂你 你的人生就是用来抛弃的对吗 你为了别人的感受 你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你太无耻了 你无耻地藐视了我们所有的人 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谎 你放下了 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保护一下 我为你活蛋 你知道吗 你是个活蛋 你是个活蛋 你知道吗 你当我民意的肖民 你是个活蛋 你不喜欢没有人 说什么来生永远 我们还会遇到 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 梦温暖眼角 爱却已退潮 那些过往的誓言 早已随风圆飘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他回老家了 是我们还想得太好 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逃 回忆撕裂或心头伤 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 我已无可救药 我准备过了 我试试了 说真是谁 不过忧心 我写见我 好 凡凡 凡凡 这样不行啊 你看啊 这儿要先放两个一样的 然后把它再放在中间 这样大就稳定了 就不会倒了 凡凡 爸爸说得对 两边要选一样长的 这样才会稳 听明白了吗 沈云 其实 一直以来我都在误错 对你 对我们 其实我挺想把话为林的 只是这里边掺杂了一些其他的 无所谓 丑柔家也好 越吵越明白嘛 是吧 居然姐妹也好 狗屁倒灶也好 都是婚姻该守的 过日子嘛 挺着呗 来 跟新手的新手吃饭了 爸爸 吃饭 来 新手去 火锅 在吃饭 做不出心 没吃饭 你要吃饭 你可能会不要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头牌 这个 我都想好了 经营方式 你画我脉 分账方式 你而我吧 不要觉得不公平啊 各类画家的包装宣传 以及美术馆的日常开销 成本很高呢 你一开加油站呢 怎么突然干起这个 话不是这么说的 坏人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吗 我不是这意思 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 干不干吧 至少是一幅完整的美术作品吧 老师的评语就四个字 有争议性 凭什么别人家孩子 就是色彩大胆 想象力丰富 到我们这儿就有争议性啊 这老师做不到 跟孩子有效的沟通 看不到孩子内心情感的老师 根本就不合格 我必须找他们老师给他 我 我 我懂了 我想明白了 真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 就 就这个问题 还是 还是咱们家樊樊樊的问题 不是 你听我一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咱们家的樊樊 是一个非同质化的孩子 什么叫非同质化啊 就是 就是不屈同 或者说是已经超越了 大多数人的那种才好 这个咱们不能怪老 怪老师 因为不是每一位老师 都能够非常幸运地 遇到像樊樊这种 天赋异禀的孩子 也不是每一位老师 都可以读得懂 像这种孩子的天赋异禀 真的 是不是啊 是啊 你想想吧 咱们也是老师 老师就是普通人 这个还是应该耐心的 咱们总要给这位老师 一点提高教学水平的 时间和肯定 对不对 我觉得有时候还真是 你比较明白 你 多提醒着我点啊 谢谢 还是你会说话 搞教育的 热情啊 凡凡 我们在晨晨中午语课 还有在晨晨中学习 在晨晨中午语课 我好想死啊 妈妈 我好想死啊 请你读得英文吗 我的天啊 自体脂肪丰胸 是从女性的腰 腹 臀 腿部位 抽去脂肪颗粒 分成多点均匀的移植到胸部 材料原语自身 纯活力高 而且 这要生肯 没人的移植下 是否不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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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能敲瓜眼 这都能敲瓜眼 我就是想给出个全国人 见招呼上去玩了 让我跳什么跳呀 我 你就是米哥 你米哥 黄徐他们真坏 知道女老板是若能激励员工 老把你往前推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泪线就变得发达了 知道为什么 分够了 造够了 该有个家了 小薇 小薇 你总不能让我等你一辈子 我对不起你 是吧 你对我越好 我就越怕面对你 越怕面对你 眼泪就越丰富 你看人家神语 活得那么完整 你rod 那我招呼 我陪你 我跟你一辈子 你才会不动你 我肯定有点 我肯定有点 你这种肯定有点 魏明 黄校长来了 二大爷在啊 沈宇啊 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凡凡 停一下 您说 我这年纪大了 这心脏有病 你家这当当当的 我实在是受不了 黄校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家凡凡的弹琴 又不是咱夯是吧 魏明 对 那个就我 开发小孩子的艺术天分 立国立民 您多担待 我倒无所谓 这喊几颗塑销进行丸呢 也就扛过去了 可是我老婆你知道 这更年期 你家这当当当的一个小时 她就得失眠到天亮了 黄校长 你看您这话说的 怎么那么像几对人啊 不是 小裴老师 你说我们家凡凡谈的 有那么差吗 哦 和关于艺术上的问题 有争议是难免的吧 裴多飞 你有点良知行不行 你怎么这是啊 你先修修修 干嘛呢 你怎么进去 报回来 报回来 哎呀呀 可以了 可以什么可以啊 可以了 方校长夫妇都在更年期挣扎 你照顾一下 哎 沈宇啊 这辅导课还有半个小时 上还是不上的 裴多飞 裴多飞 方校长 小裴老师有信心精神怎么着您了 您冲他发什么火呀 再说了 我们家凡凡谈的是钢琴 发出的是音音乐声 是有规律震动的音频 不是无讯 不是这 不是 咱们别为这个问题讨论了 你看这祸什么心你啊 本来看得好好的 分一讲活了 更年轻失眠 还往音乐上来 讲不讲理了还 人家还拿音乐来治疗失眠呢 我是沈宇啊 你这 这可就不讲道理了 方校长 不讲道理了 你家这叫音乐吗 当当当的比杂行还难听 这叫音乐吗 这是你跟我说的吧 挨什么挨 打撞机的节奏 广场舞的动静 弹者屈股拉朽 就听着生不如死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卫明 语境不一样 有这么损自己儿子的吗 我还学会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说什么天赋异禀 非同志化 合着你慌恶我呢 是吧 小培老师在这儿 你问问他我们家儿子是 太亲还是咋好 爸妈 方校长 别怪我这当母亲的执拗 趁着大家都在这儿 趁着大家都在这儿 让小培老师说句公道话 但凡他要说我们家儿子 没有太亲的天赋 明天一早 我就把亲给卖了 我也说够了 你们都别再吵了 卫博凡小朋友 的确没有音乐听 一点都没有 我就直话直说 给自己解脱了 再见 再见 小宇这次啊 可真起着了 你们说怎么弄啊 事已至此 既然已经见分享 就随头别拿下来 你说毕竟这也是 我们所乐见的结果 对 对 凡凡不再受罪了吧 咱们当然愿意啊 对吧 可孩子他妈 凡凡 你要相信你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用心凝忘不害怕 就算受伤也不闪泪光 留一个愿望自己想象 所有梦想都会开花 妈妈 我想来打遍 凡凡 妈妈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但是 妈妈又不知道怎么说 你只需要记住 你是妈妈的宝贝 是妈妈的希望 记住了吗 钱还够花吗 要不然 再往你咖里打点 小猪还这样放着你吗 晨晨往邮箱里面发了两封邮件 一封给你 一封给我 小猪是不是烦你了 没有 那你还让五迷三道的好什么呀 不是 你别老逼我行吗 你别老逼我行吗 有谁会这样等你 谁会这样死心塌地的等你啊 你做人给讲了点良心啊 我也觉得我该嫁了 可是一想到这个 我就心慌 别矫情 人家不欠你什么 我欠他的 我欠他的还不行吗 我欠他多少还多少 这个孩子这是 回首往日喜看今朝 工作上 我熟悉了岗位工作 学会了经营管理 公司业绩节节攀升 员工热情无比高涨 家庭上 我树立了相互理解的方针 试点了曲线逢 试点了 我认试的方法 给老妈以空间 还晨晨以平等 在长幼关系的融洽上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雄机抱小春来到 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 你最近看我的次数 频繁到了初期的程度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纠结了 没有 就是想你了 是 小薇啊 具体事情呢 爸爸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 作为过来人 还是有一些经验 可你跟你分享的 任何感情 如果不落实到尸体上 就永远是漂在云洞 那不 也挺幼崽的吧 是吗 当然 有时候 也会有点空虚 不必为了一份留恋 只不顾钱嘛 生活只有夯实了 才能品到真实的滋味啊 终归是要做出选择的 对不对 一个决心而已 一个决心而已 不是 老师你得告诉我 什么叫有争议性啊 对对对对 那你说这小朋友换了什么呀 他这就没有争议性 我们家团团就有争议性 是吧 人家就是色彩丰富 色彩大胆想象力丰富 这个美术班 就根本就不适合凡凡 必须换掉 那个 英语随幼儿园进度 我不加门了 钢琴已经彻底放弃了 现在只剩下美术一门 你们要再说我大拨轰 就有点不想试试了 以后所有力量 全部放到美术这一门上 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 我不奢望我儿子陈明晨家 但我希望他长大之后 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这对培养他个人气质 也是有帮助的 对吧 不能说会画个画就有气质是吧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你 只有美术这一项 没商量 他是我儿子 他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 那我爸会的成语 还不到二十个呢 我中文专业 我遗传谁的呀 不是不是 那是我儿子 我总得有点发言权 我跟你说学美术 你跟我聊什么遗传基因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你 不是我表达什么了我 行 我不在你的情绪点上跟你争执 这样是没效果 不见他 你说我希望儿子长大之后有点艺术天分 我错了吗 我哪儿说错了你觉得 这话本身是没错 他没明白为什么老朋友唱反调了 儿子不是他的呀 想法不一样了 爸 顾小白 你在听我抱怨的时候 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啊 废话 你让他儿子走华伟林的路子 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跟华伟林有什么关系啊 谁知道 他就是心胸狭窄还是你没有处好 什么都能包容你 你以为这样好啊 我告诉你 我压力大着呢 你就作 你懂个屁吗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他对我越好 我就越觉得欠他 越觉得欠他吧 我就越想把那半片胸给补上 可是得往里头塞个东西 我害怕呀我 你的问题呀 不是出在那半片胸上 而是在于胸里头 华伟林放不出去 老出去永远撞不进来 跟华伟林有毛关系啊 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咱俩可真不应该化敌为友 我也觉得 但是已经 互道了那么多次隐私了 还来得及吗 去死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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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约写得很清楚 美术馆承诺 每位画家每年 至少要卖出三副产品 现在一件都卖过足迹 再不解除合同 我们都得饿死了 情感呢 合同之外 就不能谈点情感嘛 都揭不开锅了 你还说坚持就胜利这种好 你不轰火呀 我算看明白了 我是被人当冤大头给骗了 这美术馆要能挣钱 能凭什么给我 您说这些话有用吗 你就给我这宽心话怎么了 我们关系不一样 我们是老乡啊 也怪我们 名气不够大 撑不起这谈 我也没让你自我批评呢 您也算夸借经营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谁能了解我的心神呢 惠霖 我们是老乡 说出来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小时候的梦想 其实 其实也是当个画家 可那时候家里就 没办法 我只能早早地混入社会 现在年纪大了 丢了的梦想 也就变成新建了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美术馆 服用一下枫杨 不然 不然我的遗憾 就会无限放大 一个人 老被心结拧巴着 怎么活也不痛快啊 卫林 看在同一个梦想的份上 那件事情 别别别别别 对 您要再提这事 这段煽情的话就先讲了 卫林啊 文艺学校改造 是个机会啊 我需要利用你前妻丈夫这层关系 给咱们一个提供建议的气口 给他们一个接受建议的机会啊 那您就去谈喽 那不是没有这个异想吗 你想想啊 别的文艺学校 哪哪挂的都是印刷品 我让那哪哪都挂真品 多有气质啊 你打住 我不沾这事 卫林 算我求你好不好 你跟我院长 怎么着也算是欠家 你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嘴笨我不会说话 卫林 我不沾这事 你别烦我 卫林啊 看在咱同一个梦想的外上 卫林 对 黄老板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谁来了 我 我 理想 人生理想 不好意思啊 这是非卖品 没它我就找不着你了是吧 没想到 我不找你你就不出现是吧 你先说吧 这位是 她前妻 您就是卫院长的 老黄 你好 她跟你提过我是吧 你什么心态呀你 我就是来这看看画 那正好我儿子在学画画 所以当家长的嘛 总是想多看看 我还带了我儿子的画呢 正好给她报那美术班 好 你们给看看 卫林你看看 评价评价 怎么样 这您儿子画的 谢谢啊 天分 天分哪 哦 画家们总是在讲技巧讲技巧 可是技巧讲再多 也比不上这与生俱来的天分哪 我 我作为这家美术馆的馆长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您儿子 是个天才 我考虑пер练儿子 nadie 北音真的吗 你看她们老师之前说她有蒸异性 我都不认为该怎么办了 妹妹呀 哪个天才没正义哪 Bilder looked at that 真意行吧呀 天才 百分百天才 华伟林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情绪过分激烈了吧 是你自己说的 黄老板那是因为要讨好他们家卫明 这话我怎么跟沈宇说呀 你看到他眼神了吗 他眼神跟求助一样 凡凡的话肯定是被挤兑残了 你当你是上帝呢 几年不见你出来就拜上帝啊 对了 忘了 你俩就没断过 你说什么呢 要闪就闪彻底了 否则就是祸害 有些人退出生活 就成了心灵的结束 烦了累了 躲进去滋味一下就可以了 再出现就有错了 我知道 你一直是在刻意回避 是 错不在你 可是一旦出了错 什么都赖你头上 你知道吗 因为女人都是妖孽 反方 反方 等会儿等会儿 你告诉妈妈你画的是什么 妈妈 你先不要乱画 你告诉妈妈 告诉妈妈呀 你 你说 正月 你这又是什么路子呀 这叫色彩训练法 蒙住眼睛 存在用内心绘画 不明其妙 你干吗呀你这是 我就不信 这种敲大神师的方法 能学画画 你问凡凡 这种方法有没有用 凡凡你告诉爸爸 现在咱们是不是进步了 告诉爸爸 告诉爸爸 有没有进步 咱们不理他啊 继续画 来 妈妈给你包我上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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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要不我坐那儿 你坐这儿 我待不了太长时间 还要接儿子呢 怎么了 笑得那么尴尬 沈宇 其实 我们想跟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你不会要告诉我 你想背叛老朱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们 是希望你不要误会 误会什么呀 那 那个 这个事儿 还挺难开口的 就 怎么了 黄老板对樊樊的评价 其实挺不负责任的 孩子 的确是父母的希望 但父母的希望 也得因地之意啊 你什么意思 卫明之前也跟老朱抱怨过 说梵梵她不喜欢画画 你这么折腾人 累人累己的 何必呢 我儿子要怎么样 似乎不用你来告诉我吧 可是沈宇不用 挖一个人的帮忙 沈宇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你知不知道 你只是爱无极无 想把曾经的失去 嫁接在孩子身上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顾晓薇 你什么心态啊 沈宇 晓薇不是这个意思啊 行了 她对你做了什么 要你一直在她身边 帮她当说客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心态呀 行了 顾晓薇 不就想把我描述成 一个欧巴桑吗 觉得我像找不找北似的 我越不堪 越能显出你来是吗 我说你这么想 心里阴不阴暗哪 谁阴暗 谁心里清楚 在美术馆的时候 你一直在给我甩脸子看 我没跟你计较对吗 不就嫌我抢劲了吗 嫌我在这个 导致你跟朱铁丝之间 至今还不三不四的人 面前抢劲了 你心里不舒服吗 告诉你顾晓薇 我现在有家有口 我没有你那么多心思 没你那么多心眼 你想跟她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也无所谓 用不着心许 你也不用敌视我 更更不用想着法儿的来挤得我 尤其 不要拿我的孩子来说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 儿子对我来说 不能挑衅 你玩得太关火了 你玩得太关火了 蓝燕梅来年四蜜 蓝燕一到庐山倒 我就跟你说过了 这事真的挺难去的 我就是有病 我就是践行了吧 这么多年没有见你 我有一堆话小瑶跟你说 可是我偏偏为什么 非得拽着你跟她果乱呀 我就是有病 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病 我就是有病 我就是践行了吧 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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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弄成功行吗 反正跳花眼了我爱谁谁 就想生物骨骗店家 明天签约后天手术 拆了些我就脱光了剑影 免得让人说我不三不四 这一步时间因有关系 对我来说就有关系 很大关系 任何假议手术对摄影都是有死的 低胸的性感吧 我今天见多少我就买多少 手术之后我一件一件穿给你看 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我的兄弟拿到这里了 小瑶 你能别这样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摆住了 说句话好吗 不是 我以为决心可以衣服我 我以为 剑个假的我就可以谋混过关 可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你知道吗 我连造假的勇气都没有 我过不去 我真的过不去 缺陷就是缺陷 它就实打实地存在那儿 我漫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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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自己的感情 和我去什么 你凭什么要等我呀 你凭什么要对我好 你知不知道你对我越好 我压力就越大 你明白吗 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了 你对我就是一个恩公 没错就是恩公 不过我偿还不起 飘雨堆里的我可以躲着 但是现在落地了 落地我就得踏踏实实地去想这些 我们最后这段距离都没有了 你却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 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适应了 老朱 我真的不敢 我不敢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